可是你看楊智良最新的這種說法 到昨天他還講說我絕不道歉 而且還反過來批評民進黨政府 說蔡總統說什麼 不要說風涼話 他說那是因為蔡總統要選票 他現在還要什麼選票 其實那天楊智良 他在新聞面對面節目的時候 我跟鍾小平 我們也是現場來賓 一進到一個節目 你就說我要開除這個醫生 大家會覺得 這個對醫生不公平 他的前線已經忙翻了 那麼高危險 對不對他作息單純 他縱使在那個發燒咳嗽的時候 大概有一天半的時間 他是有活動的 有公開出入一些公開場合的 但是你會覺得就是說 這個都難比 說你對他的一些感謝 所以整個事件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在現場我比較有臨場感 我就想說哇你這叫他開除 大家會覺得說你誰啊 會有這種感覺 那也反映出來 楊署長他們歷次發言 為什麼都引起爭議 那你也可以注意到 這次藍營並沒有完全聲援他 那最不應該的是說 如果你這個事件你是前署長 對不對是一個疫情 你還去扯到政治 雖然我們的總統很罕見的用 他的臉書也有用同理心 來發表一篇推文 但是你如果說啊 蔡英文就要選票 我說實在的 應該去探討說你們藍營 為什麼拿不到選票 就是因為這些言論嘛 好那中國大陸的疫情呢 那這些人我剛剛前面講的 這群人他你有什麼時候 看到他們去花那麼大的功夫 費那麼多的唇舌 以及用那麼重的語氣 跟那麼嚴重的 嚴肅的這種看待 還要開除 去看待中國大陸的疫情 中國大陸的疏失 醫護他們怎麼樣沒有SOP 對 以及他們的防疫的漏洞 對不對 你們這群人有把眼光 放在其他的 尤其是中國的這個疫情嗎 以實加裝為例 我們最近很關注 我高度懷疑 他們最近公佈的這個數字是 我不能說假 因為我也沒有證據 我覺得這個數字讓我覺得 不像他們民眾反應的 網路上跟他們現在所有的措施 等於說符合這樣的 相同的比例原則 你用這麼重的手段 都進入算實狀態 你公佈的只有幾十例 然後一天什麼整個大河北 或黑龍江 對才有破百例 他們11 12河北都破百例 你會覺得說 這個數字跟那個武漢 第一疫情那個時空環境下 那種落差是有的 那你為什麼如臨大敵呢 那我們講到河北 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他們是2月12號放春節 那在此之前都有龐大的全地表最大規模的移動嗎 對 那他們要不要移動 這對他們來也是個考驗 而且他們的人心 他們也是希望回鄉過春節 他們接不接受管束 他們有那麼大的一個配合度嗎 SOP如何 結果你知道果然 他們的中央 中共中央呼籲說就地過年 可是以河北人來講的話 他們發明了一個 跟過去也有人在武漢封城之 之餘 他們發明的就是去找那些小禁 他們就給你曲線進京啊 你叫他就地過年 他就給你來一個曲線進京啊 他想辦法就是由那個小道能夠 違反他們的一個防疫規則 但是你說他們的民眾緊不緊張 關不關心 我們在禮拜二的時候 我曾經跟這個我們的觀眾 有宣布一個十大 他們的這個網路流量 結果裡面六條全部都是有關疫情的 好今天我在跟大家講啊 你知道這5.7億的瀏覽量 5.7億 你只要看這個 他們是1月14號0到24時 河北新增90例 這個數字我真的也是存疑啦 本土確診病例 他們的瀏覽量很快就破億了 但他們人口多嘛 到現在的數據總覽 在我們節目上節目之前的一個download 5.7億 你看他的關注度 你看他討論 折數是2.2萬 為什麼 因為長達八個月以來 他們公佈第一例的死亡病例 就是還是有人死去嘛對不對 這是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就是說大家也在猜 為什麼是河北的石家莊呢 對 大家對石家莊 這個河北的省會 他慢慢的 為什麼會是這幾天的報導 媒體焦點跟確診人數 跟新增的那麼多 死亡病例都出現在石家莊 上回沒有 就探討說說 他們的封閉是管理 也針對社區跟農村 發現在農村確診的病例是非常高的 以比例來講的話 我們講這個月的11號 他們新增85例 整個河北啊 有八 不是 他們全國是85例 但是有82例是在河北 在河北的82例裡面 又有77例是在石家莊 而大部分又多數在農村 不外乎就是說他們資訊少 對 即使有經歷過第一波 武漢的震撼喔 可是他們資訊少封閉 加上沒有防疫的意識跟觀念 另外找到一個原因 其他那個什麼 有地下教會那個已經被否認了 但是有個原因就是說 農村他們還是有群聚耶 他們群聚的餐廳跟婚禮的場所 後來被發現是離機場比較近的 那你說離機場比較近代表什麼意義 就是說有很多臨時工 有些工人 他們或者是有一些那種特殊的人士 他們會移動 這也是被考慮的一個原因當中 但是問題是 是什麼原因造成群聚 在這個確診病例中 集中在所謂的河北的石家莊 現在目前只有這樣一些答案 不過講到台商為什麼急著要回來 現在中國疫情到底有多嚴重 可能連他們老百姓 自己都不相信 為什麼你看WHO的這個 專家的這個團體 現在要到武漢去 結果他們給他虛聲耶 他們覺得說你來幹嘛 你又想要幫我們大家什麼隱匿數字啊 你看連中國的人民自己都這樣想耶 是沒有錯可以分成幾個部分來看 剛剛其實小明哥有提到說 中國的疫情的現在的一個狀況 疫情的數字有些人相信 有些人不相信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就不去多做討論 因為中國的數字通常 我們也只能半信半疑 但是從幾個跡象來看得出來 中國的疫情確實可能比想像的來的嚴峻 這幾個像我個人說說 你要判斷中國的狀況 政治狀況最為敏銳 怎麼說你說 剛剛講說我們先來看這個地圖的狀況 你河北現在封城的三個城市 剛剛講大家所熟悉的這個石家莊 他南邊的邢臺 還有一個在北邊 在東北方最靠近北京 就跟北京根本基本上貼著的 叫廊坊市 這三個市封城是不進不出 兩千五百萬人口 你想想看 在距離北京這麼近的地方 封了兩千五百萬人口 如果只是每天一百起的這樣狀況 有需要這樣子嗎 所以代表他這個政策在落實的過程當中 已經預期到這樣子的一個疫情的嚴峻程度 可能比外界所瞭解的嚴峻 而且北京還不准官員出北京城 對我現在還是周邊 那北京更好玩 我剛剛講是這已經是不能進不能出了 北京的狀況是只出不進 就是民眾你要出去可以 對不起你不能回來 剛剛講說有些想要曲線進京的 這個其實一開始是有機會的 現在發現全部沒辦法 我們剛剛講說封城是封這三個 可是我們看到一些資訊 你發現河北 因為他們不是用健康碼嗎 對 結果現在發現河北省的人 健康碼一拿出來 要不黃的 要不紅的 你或許曲線偷偷摸摸可以進到北京 你只要一到北京城 中國的天王的這種威力 這時候就展現出來 你進到什麼地方 你只要手機拿出來一掃 為什麼你是紅的 為什麼你們是黃的 立刻大家就被往死裡追著 立刻送入方艙醫院 好可怕 對所以曲線進京這些事情 或許在前幾天還有可能 這幾天大概幾乎完全絕跡 而且進了方艙可能只進不出來 好恐怖 所以你看北京的狀況就是很特別 北京只讓你出不讓你進 這是一般民眾 北京的官員 據他們的部委內部的資料 流出來的一個狀況 是說部委的官員 你現在是你連要出京 都必須要向上承報 確定像這樣的這個 他的長官們同意之後 你才可以出京 也就是什麼意思 沒事不要亂跑 那這個情況就又涉及到什麼 因為就涉及到說 北京現在處於一個人人自圍的 驚恐的狀況 就有那種故事 就是天津沒有進嘛 天津 天津當然今天發生 那個雪糕的故事 我們大概再來講 但是天津之前沒有進 那天津他有時候 想說天津要進到北京沒問題吧 一路開一路開 這個高速公路 從天津經過河北省唐山 然後要再經過 要進到北京 對不起進不去了 因為你經過了河北 就就讓你卡在高速公路的交界 叫你叫你滾回去 你可以往河北走 你可以往天津走 但是你不能進北京城 那這個現實的狀況 再像政治的這個這個 一些指標的狀況 就會看得更明顯 什麼叫政治的指標 第一個省的兩會 中國各省兩會 理論上應該在春節 農曆春節前夕要舉辦完 可是他現在 三月要不要舉辦全國兩會 可是你現在發現 河北停了 這個聽起來好像還合理 廣東停了 廣東什麼事啊 一個在北邊一個在南邊 結果廣東的省兩會停了 廣西的省兩會也停了 這告訴我們什麼 不是只有北邊有疫情 南邊也 還有湖北也停了 四個省份 南邊人人自圍 就發現不是喔 這個疫情可能不是只有北邊有問題 否則省兩會 這麼重要的事情 不能隨便停的 那今天如果什麼 這些其他省份都停的 代表什麼 這個疫情不是只有在北方 我覺得這個政治指標可以判斷的 第二個政治指標 可能有些觀眾朋友認識的 叫孫春蘭 國務院的副總理 中共的這個中央疫情防護小組的副組長 他其實是帶頭衝的那一個 第一個進到武漢 去年的1月27號 進到武漢去消失疫情就是他 後來沒事了李克強才去 後來武漢完全沒事了 習大大才去 孫春蘭在前幾天去了哪裡 去了石家莊 如果連他都出動了 那代表什麼 這個疫情非同小可 你要知道孫春蘭去年去了七次 上一次去那個新疆不算的話 上一次去看試看疫情 也是去年七月的事情了 時隔半年到石家莊去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疫情非同小可 你怎麼要出動到國務院副總理的層級 對 所以你從這些政治指標來看 他一個剛剛有提到 有本土死亡病例 這是四個時隔242天 就八個月之後 八個月出現的第一期 不管你相不相信 反正是他公告的第一期死亡病例 那這個當然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指標 那麼誇張